Send This Max 初学者 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Send This Max 初学者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针对我们的模型进行贴图的时候 之后开启档案却发生涂档遗失的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很快的示范一遍 我首先按一下 Alt 加 W 来把这个透视视角放大 接着我到建造面板 点选 Plane 并且在场景之中建立一个平面 我们在上次的影片当中有介绍到贴图的方式 也就是利用材质编辑器来新增材质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你也可以直接开启你的电脑资料夹 并且把你要贴的图片直接拖曳到模型上就可以了 这样 Max 就会自动帮你新增所需要的材质 以及你所指定的贴图 我们可以按一下键盘的 M 来开启材质编辑器 并且使用材质编辑器里面的滴管 来点击我们的模型 那你就可以发现这个标准材质已经自动产生了 以及旁边的这个 Bitmap 点证图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Max 在进行贴图的时候呢 基本上它是用连结的方式来寻找这张图片 我们可以针对这个 Bitmap 按两下滑鼠左键 来开启它的编辑对话框 那在右手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 Max 在 C 槽底下的图片资料夹 找到这张无尾熊的图片 那如果你今天这张图片遗失了 或者是说你换了一个作业环境 换了一台电脑 而新的电脑里面呢 在 C 槽底下并没有这张图片的话 那这个无尾熊的图片呢就没有办法正常显示 那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实验 比如说我现在去执行存档 并且随便给一个档名之后 按一下右手边的 Save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把刚才贴图的图片把它剪下来 并且把它贴到别的资料夹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把刚才的档案重新开启 选择 Open 那 Max 就会跳出一个图片遗失的讯息 因为他没有办法在这个路径中找到无尾熊的图片 那原本带有贴图的模型 也只剩下一个单色的色彩 那如果要避免图档遗失的情形的话 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根据你每一个专案去设定一个专案资料夹 那专案资料夹的建立 跟一般的资料夹没有任何的差别 你可以直接按一下滑鼠的右键 选择新增 选择资料夹 接着对着这个资料夹取一个容易记忆的名字 资料夹建立之后 我们就可以到Max 的左上角去点选设定专案资料夹的按钮 那我们在对话框当中 去点选我们刚建立的资料夹名称 按一下底下的确定按钮 那设定好之后 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个资料夹开启 那你会发现Max 它会自动建立的许多纸资料夹 那我这边先介绍其中三个最重要的纸资料夹 第一个是Sins 这个资料夹会存放你所有的3D档案 那第二个是旁边的Sins Assets 如果你把它开启的话 里面有一个子资料夹叫做 Images 那一般我们都会把贴图的素材 统一放在 Images 这个资料夹 那我再回到上一个阶层 那第三个重要的资料夹 是上面这个AutoBack 因为Max 它本身有个自动备份的功能 如果你在操作Max 的过程中 诚实突然当机 你可以到这个资料夹里面来 去开启Max 它自动帮你备份的档案 那一旦建立好我们的专案资料夹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需要的2D素材 把它们剪下来 放到正确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在Sim Assets 里面 打开Images 资料夹 按一下滑鼠的右键 选择贴上 那同时我们必须在Max 里面更改一个小设定 使图片在连结的时候 不再使用图片 它在硬碟中的绝对位置 而是图片在专案资料夹内的相对位置 那这个设定 我们可以到上面去点选Customize 然后去点选Preferences 偏好设定 接着在对话框中 选择Files 标签 并且去勾选第二个选项 Convert Local File Passes to Relatives 那这个选项会使图档 采用相对路径的方式 来连接到我们的3D 档案 接着到底下按一下OK 好 那我们可以将贴图重新套用一次 那我到专案资料夹内 重新找到这张五尾熊的图片 并且直接使用滑鼠拖曳 拉到我们的平面上 好 我们同样按一下键盘的M 来开启材质编辑器 并且使用滴管工具 来取得这个平面的材质 好 那我对着Bitmap 按两下滑鼠左键来打开它的属性 好 那这次你会发现这个图片路径 已经不再是C 槽下的绝对位置 而是相对于专案资料夹内的 Sim Asset Images 资料夹 那这样子不管你在哪一台电脑作业 你都不用担心图档的遗失 只要在每一台电脑里面 指定的专案资料夹的位置 它都能够根据这个路径 来找到正确的图片 那我这边将这个档案 去做个另存心档 执行Safe As 那如同我们前面的说明 只要指定了专案资料夹之后 我们3D 档案存放的位置 就会自动指定到 专案资料夹内的Sim这个资料夹 最后按一下Safe 按钮 好 那专案资料夹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 那贴图遗失也是MAX初学者 常常备受困扰的问题 那希望藉由这一次的说明 能使MAX初学者针对这些重要设定 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